刚才是怎么回事 那个男的是谁 你为什么不让我报警 听到报警俩字 张倩又是一阵慌乱 他一头扑倒在王延东的怀里 是大哭起来 王延东一看 得 自己也别再问了 出租车很快就到了张倩的家 进了屋 反锁了房门 张倩是重重的摊坐在了沙发上 这才慢慢的讲述了事情的经过 张倩对王延东说 刚才和我拉扯的那个男的叫李宝峰 是我以前做酒水推销员时公司的业务经理 当时他追求我 我没有答应他 可万万没有想到 他就因为这个事记恨在心 找着茬的要报复 在一次展销会上 我负责的展台被人击倒了 李宝峰就把全部的责任 推到了我的身上 让我赔 我没有钱赔 只好在他的逼迫下 打下了三十万元的欠条 可是没有想到 这欠条打下之后 李宝峰是有事没事的 就拿着欠条来骚扰我 我最后是忍无可忍 只好是偷偷的离开了公司 可谁承想 今天却在下班的路上碰巧遇到了李宝峰 这才发生了我们两个刚才拉扯的场景 听完女友张倩的讲述 王延东很是心疼 可是想到自己明天要出差 王延东便安慰张倩 让他在这几天待在家里 等自己回来后 再陪张倩去找李宝峰 一起把事情解决清楚 张倩同意了 可事情会像王延东想的那么简单吗 第二天一早 王延东便出差去了外地 自从出差以后 王延东每天晚上都会给张倩打来一个电话 得知张倩平安无事 也就放心了 很快 王延东便结束了外地的工作 返回到北京 可是刚下火车的时候 突然接到了张倩打来的电话 电话的那头传来了张倩的哭声 延东啊 你快回来吧 你要再不回来呀 我也要死了 王延东顾不上多问 赶忙是打了一辆出租车 奔着张倩家赶了过去 到了张倩家 王延东看门是虚眼的 他一把就推开了房门 可就在房门打开的一刹那 他愣住了 只见客厅的地板上 躺着一个男人是一动不动 地上还有一滩血 仔细一看 这个男人不是别人 正是前几天骚扰张倩的李宝峰 而张倩正坐在一边不停地哭着 王延东缓过神来 壮着胆子来到李宝峰的跟前 用手试了一下 这一试可是把他吓了一跳 李宝峰已经没有呼吸和心跳了 王延东站着惊惊地问道 小倩这是怎么回事啊 可是张倩也不说话 就是一个劲地哭 过了好一阵子 张倩才慢慢地稳定了情绪 把事情的经过讲了一遍 张倩就说了 自从你出差以后啊 我是哪也没去 就在家里老老实实地待着 可就在刚才不久 我听见有人敲门 本以为是你回来了 我高高兴兴地去开门 可打开门一看 原来是李宝峰找上门来 李宝峰见家里只有我一个人 不仅必要那三十万元的欠款 而且他还要强暴我 我在反抗的过程当中 顺手抓起了烟灰缸 砸中了他的脑袋 把他给砸死了 王延东听完 是一屁股瘫坐在了地上 他呆呆着看着已经死去的李宝峰 心里十分的复杂 这才短短几天的时间啊 就发生了这么大的事情 现在李宝峰已经死了 而且死在了自己女朋友的家里 接下来该怎么办呢 男友王延东劝张倩自首 张倩的决定却出人意料 咱们两个一起把李宝峰的尸体给埋了 重新开始我们的生活 王延东无奈答应了张倩 事后两个人生活会怎样 他们每天都生活在 单惊受他 王延东后悔莫及 最终选择自首 不料警方调查的真相 却让他大吃一惊 被您有隐瞒的过去 法律讲堂 他们说道不行不行不行 这怎么行啊 现在李宝峰已经死了 我要去自首的话 肯定是会被判刑的 到时候我这一辈子不就毁了吗 说完张倩又是一阵大哭 又过了一会儿 张倩止住了哭声 抬起头对王延东说 延东啊 现在只有你能帮我了 你看这样行不行啊 咱们两个一起 把李宝峰的尸体给埋了 然后再一起逃到另外一个城市去 重新开始我们的生活 王延东听完 立即反对道 这可不行 咱们呀 跑得了初一 跑不了十五 这种事儿 早晚是会被发现的 张倩一看王延东不同意 又是一阵哭诉 王延东一开始啊 是坚决不同意把李宝峰的尸体给埋了 但是他终究是禁不住张倩再三的哀求 最终还是答应了张倩 和张倩用几个平时搬家用的小编制袋子 随便这么包裹了一下 便把李宝峰的尸体抬上了汽车的后备箱 一路颠簸着向荒郊野外驶去 汽车似乎开了很久 在一条荒无人烟的小路上 靠边停了下来 王延东下了车 拿着铁锹顺着车灯的方向开始挖坑 不知道是哪来的利器 他很快就挖好了坑 王延东返回到车里 和张倩一起把李宝峰的尸体抬了过来 顺着坑边滚了下去 可就在尸体翻滚的过程当中 王延东和张倩几乎同时看到 套头的编制袋子掉了下来 李宝峰的尸体滚到坑底的时候 他的脸正看着自己 王延东吓坏了 赶忙是缠去土埋了下去 不一会儿的功夫 整个坑就填埋好了 王延东和张倩 慌慌张张的逃回到车里 吊转车头奔着镇上 逝去 就这样 王延东和张倩 把李宝峰的尸体埋了 可是让他们没有想到的是 他们掩埋得了尸体 却掩埋不了杀人的事实 从那之后 两个人无法掩饰自己内心的恐惧 每天都担惊受怕的生活 掩埋了李宝峰的尸体以后 王延东也没有办法回去上班了 于是他草草的给公司打了个电话 辞了职 便和张倩一起来到另外一个城市 在新的城市里 他们租房住了下来 可就在住下来的第一天开始 王延东发现 张倩的精神状态开始变得恍惚了 每到夜里的时候 张倩总是翻来覆去的无法入睡 即便是好不容易睡着了 他很快就被噩梦惊喜 而王延东自己呢 他也常常担心被别人认出来 不敢堂堂正正的上街买东西 他总是觉得呀 自己背后好像有人在跟踪自己一样 似乎每一个人的眼神 都已经看透了他心底的秘密 让他无处藏身 慢慢的 王延东也开始变得抑郁了 此时的王延东后悔极了 他后悔当初没有去报案 而是和张倩一起掩埋了李宝峰的尸体 否则的话 现在不用偷偷摸摸的生活 想想这几天以来 自己再也没有睡过一个安稳觉 每天都是担惊受怕 哪怕是楼道里的脚步声 邻居家的敲门声 他都感觉着是警察来抓自己了 想到这些 王延东再也不愿意这么生活下去了 他已经顾不得张倩的反对 也许投案自首 对他 对张倩都能争取法律的从宽处理 于是第二天一早 张倩还没有起床 王延东便独自一人到附近的派出所 投案自首去了 在派出所里 王延东主动交代了自己 帮助张倩掩埋李宝峰尸体的经过 并带警察在家中抓获了张倩 之后 警方又带两个人指认了犯罪现场 找到了李宝峰的尸体和作案凶器等物证 这时的王延东觉得心里的一块石头 弱异 再也不用担惊手怕了 然而事情真的会像他想象的那么简单吗 警察对李宝峰头部的伤口进行勘验之后发现 这个伤口根本就不可能造成李宝峰的死亡 这是怎么回事呢 难道张倩没有说实话吗 针对这个疑点警察对张倩展开了突击审讯 经过审讯和耐心的劝导 张倩终于说出了事情的真相 而王延东知道事情真相之后更是后悔不已 他万万没有想到这个口口声声让自己相信他的张倩 从事情的一开始便把他给骗了 根据张倩的供述 案件的事实情况是这样 张倩以前确实做过酒水推销员的工作 李宝峰也确实是他的主管领导 李宝峰追求张倩被张倩拒绝 以及李宝峰利用展会上的事故逼迫张倩打下了三十万元的欠条 这些和张倩像王延东说的完全一样 然而不同的是 张倩打下欠条之后 他并没有偷偷的离开公司 而是做起了李宝峰的情人 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张倩打下欠条之后不久 李宝峰很快就翻了脸 他威逼张倩马上还钱 否则的话我就去法院告你 李宝峰趁机再次提出来要求 他想让张倩做自己的女朋友 李宝峰拍着胸脯说 张倩你放心 只要你答应跟我好做我的女朋友 你这钱呀就不用还了 而且我以后还会娶你 听到李宝峰承诺会娶自己 而且还给自己还公司三十万元的欠款 张倩想想自己目前的一个处境 也只好是答应了李宝峰和他谈起了朋友 答应了李宝峰之后 张倩干脆就和李宝峰搬到了一起居住 可是自从住到一块之后 张倩是时不时的就听到同事们的小声的议论自己 有一次他拉住一个和自己要好的同事就问 你们在议论什么呢 这个同事看四下没人便对张倩说 我们呀在议论你和李宝峰呢 你怎么做起了李宝峰的情妇了呀 张倩听了是笑了笑说 什么情妇呀 我们呀在谈朋友呢 谈朋友 这个同事诧异的问道 难道你不知道李宝峰他有老婆孩子吗 什么 他有老婆孩子 这一句话就像个炸雷一样在张倩的脑瓜顶上是炸开了 王延东对张倩呵护被制 可是李宝峰却出现了 张倩不甘心自己好不容易得来的幸福 就这样毁在了李宝峰的手上 王延东出差回来发现李宝峰死在了张倩家里 让王延东和自己一起掩埋了李宝峰的事情 李宝峰的死亡是意外还是谋杀 王延东是否该为此承担责任 被女友隐瞒的过去 法律讲堂正在播出 张倩这一天过得是浑浑噩噩的 他都不知道自己下班之后是怎么回的家 回到家里看到李宝峰刚好在家 张倩小声的问道 哎我可听说你有老婆孩子 李宝峰听张倩这么一问也不回答 只是轻声的嗡了一声表示承认 张倩听了再也压制不住自己内心的情绪是大喊起来 你这个骗子为什么你有老婆孩子你还来骗我 说完扭头就进了屋 没一会的功夫张倩拿着行李就走了出来 李宝峰看了张倩也不着急 只是慢慢的从兜里掏出了那三十万元的欠条说 张倩你走我不拦你 你得先把这个还了吧 张倩先是一愣 然后猛的冲了上去 一把夺下那个欠条撕了个粉碎 李宝峰让他这么一抢也是急了 啪的一巴掌就打在了张倩的脸上 张倩的脸顿时是火辣辣的疼 但是他内心当中却有一种说不出的倾诉 因为三十万元的欠条没有了 现在自己再也不用受李宝峰的要挟了 可是正当张倩心里这么想着 他突然看见李宝峰从兜里掏出来了几张照片 张倩一下子就傻了眼了 他万万没有想到李宝峰居然偷偷的拍了自己的裸照 李宝峰吟邪的笑了笑说 张倩你想走什么时候都可以走 但是你得想好了 只要你前脚踏出这个房门 我后脚马上就把这些照片放到网上去 我看你以后怎么做人 此时的张倩呆呆的站在原地 他的内心十分的纠结 不走 难道自己还要和这个骗子继续生活下去吗 走 那自己的清白自己的声誉就毁于一旦了 张倩思来想去 最终没有办法只好是乖乖的留了下来 在今后的这段日子里忍气吞声的陪着李宝峰过日子 直到李宝峰又看上了其他的女孩子 这才把照片给了张倩 打发张倩离开了 自从离开了李宝峰 张倩开始了自己新的生活 通过朋友介绍 他认识了现在的男朋友王延东 王延东对他很好 张倩感到很满足 然而就在张倩还沉浸在自己幸福生活的时候 李宝峰又出现了 原本以为自己已经拿到照片的张倩 断然的拒绝了李宝峰提出的任何要求 还在李宝峰找上门的时候 和他发生了拉扯打洞 但是让张倩没有想到的是 李宝峰居然又拿出了自己的裸照 张倩很是奇怪 自己不是已经拿到照片了吗 怎么李宝峰手上还有呢 原来啊 李宝峰当初给张倩的指示照片 而自己却留了底片 张倩知道之后 自己的脑子一片空白 而李宝峰再次得逞 此时的张倩不知道该怎样向王岩东解释 眼前发生的这一切 因为他知道 一向单纯善良的王岩东 根本就接受不了自己 曾经做过别人情妇的经历 然而 只要是李宝峰活着 他就随时会出现在自己的面前 就早晚会暴露自己那不堪回首 羞于见人的过去 张倩不甘心自己好不容易得来的幸福 就这样毁在了李宝峰的手上 于是他下定决心 杀死李宝峰 打定了主意之后 张倩假装给李宝峰倒水 在水里面加入了大量的安眠药 李宝峰喝了张倩倒的水之后 渐渐的失去了知觉 倒在了地上 为了不让王岩东怀疑自己是故意杀人 张倩又找来了烟灰缸 打击了李宝峰的头部 伪造了正当防卫的现场 随后 他又给王岩东打电话进行哭诉 让王岩东和自己 一起掩埋了李宝峰的尸体 这就是案子的整个经过 从警察那里知道了案子的经过之后 王岩东心里五位杂陈 他既为张倩的不幸遭遇感到惋惜 也为自己的境遇感到叹死 然而正当王岩东认为 案件已经标结了的时候 新的情况又出现了 他自己谈上大事了 法医对李宝峰的尸体进行勘验之后发现 李宝峰不是因为烟灰缸打击之死的 但是他也不是因为服用过量安眠药而死亡的 而是因为被掩埋之后窒息死亡 王岩东知道这个消息之后很是诧异 自己在移动尸体之前明明是用手试过 当时李宝峰已经没有呼吸和心跳了 他怎么可能是窒息死亡呢 针对这个问题有关专家给出的答复是 病人在服用过量安眠药造成中毒的情况下 可能出现停止呼吸和心跳的现象 但是对他施加以心肺复苏手段 可能挽救病人的生命 而本案中不排除李宝峰的尸体 在被运输和掩埋的过程当中 通过挤压和颠簸恢复呼吸和心跳的可能 此时的王岩东心里充满了自责和恐惧 自己该怎么办呢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34条规定 公诉人出听公诉的案件 被告人因为经济困难或者其他原因 没有委托辩护人的 人民法院可以指定承担法律援助义务的律师 为其提供辩护 于是人民法院向法律援助中心发来了指派函 法律援助中心根据法院的要求 为王岩东指派了辩护律师 辩护律师经过分析后认为 王岩东是否构成了过失致人死亡罪 关键在于王岩东在掩埋李宝峰尸体的过程当中 是否存在着主观上的过失 这就是咱们今天所要讲的法律点 过失犯罪 我国刑法第15条规定 应当预见自己的行为可能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 因为疏忽大意而没有预见 或者已经预见而轻信可以避免以至于发生这种结果的 是过失犯罪 根据以上规定 以及法医尸检结果 辩护律师认为 王岩东作为一般人员 他从主观上认定李宝峰已经死亡 他对李宝峰被掩埋之后又苏醒过来 以至于窒息死亡没有预见的能力 也不可能预见这种结果的发生 因此王岩东对于李宝峰窒息死亡 没有主观上的过失 也就不构成过失犯罪 那么王岩东是否构成了其他的犯罪了呢 这里我们要讲一下第二个法律点 帮助当事人毁灭伪造证据罪 这里我们所讲的毁灭伪造证据 不仅仅包括毁灭伪造作案工具 作案现场 赃款赃物等等 还包括在杀人案件当中 对于关键的证据也就是尸体 以焚烧掩埋等方式予以毁灭的行为 显然 本案当中王岩东为了帮助张倩逃避法律责任 和他一起掩埋了李宝峰的尸体 已经构成了帮助当事人毁灭伪造证据罪 人民法院经过审理后判定 张倩非法剥夺他人生命 已经构成了故意杀人罪 但是本案的被害人李宝峰生前对本案的发生 存在着重大的过错 而张倩到案之后 能够如实的供述案件的事实情况 毁罪认罪态度较好 同时张倩和李宝峰的家属 已经达成了赔偿协议 积极的赔偿 取得了被害人家属的谅解 因此人民法院对其从轻判处无期徒刑 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而王岩东帮助张倩掩埋李宝峰的尸体 已经构成了帮助当事人毁灭伪造证据罪 但是王岩东主动投案 并且帮助警察抓获了张倩 具有自首和立功的情节 因此人民法院对其从轻判处 有期徒刑一年 缓期两年执行 案子宣判以后 张倩心里后悔极了 他后悔自己没有听王岩东的劝告 去投案自首 而是选择了掩埋李宝峰的尸体 否则不会造成李宝峰窒息死亡的后果 他后悔自己没有早一点把自己真实的过去告诉王岩东 而是选择了隐瞒和欺骗 否则不会一错再错 以至于最后为了掩盖自己的过去沦为了杀人犯 还把王岩东牵连其中 而王岩东呢 如果他能多了解一些张倩的过去 对张倩的过去多一些包容 早一点打开张倩的新门 也许今天就不是这样的结局 好了观众朋友们 今天的法律讲堂就到这了 我们下期再见